椎间盘突出记住这五点 胜过打针吃药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不问你是腰椎间盘突出多少年 五年十年都不需要特别担心 只要记住这五点 腰间盘突出就会很快的好转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在急性机能躺就躺 我们叫绝对卧床 严格这种卧床休息呢 可以有很好的疗效 可以减紧椎底的压力 减少局部的神经水肿和炎症反应 有效的缓解颈椎间盘突出 引起了腰颓颈肩部疼痛 第二个是腰椎型怕软 因为它有生理曲度 同时最好不要睡太软的床 特别是软沙发 因为太软可能会导致 腰椎的肌肉紧张更加严重 第三切记不要做剧烈运动 尤其是身体的劳动和高强度的剧烈活动 因为它会加重神经根的刺激 导致神经根水肿 这可能导致椎盘里的神经压力过大 神经水肿也会进一步增加 第四 我们必须注意保暖 现在冬天冷 尤其腰椎烟盘突出患者 加强腰部保暖 千万不要让腰部受凉 由于冷空气的刺激和整个湿冷环境 不利于腰部的血液循环 也可能引起肌肉症软 导致腰部突出加重 使腰椎腿疼的症状更加加重 所以腰腿保暖的防寒是很重要的 第五 不要单边用力 尤其是用一边提重物 或者用一只手提东西抱着孩子 尤其现在老年人一手抱着孩子 腰椎的负担很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双手抱着或者蹬下癌抱着 应该注意腰部的力量 不要用力过猛 尤其不要做腰部急性的旋转动作 记住这五点 对于腰间盘突出患者 或者有腰间盘突出症隐患的病人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